射步投進 JWISH 張傑偉 像 簡佑哲這兩場比賽有慢慢的回溫 可是肖明的狀況 賽補還是沒有 現在亂成一團 張傑偉把球拿到 在這一關 有打到前方 又是張傑偉的進攻籃板 主委外圍開火 想要懷疑顏色 這邊坐飛機要小心 前場三打二 第一板給球 雙手冠籃 這是 團的力道 位置 速度 剛剛好 雙方都在加拔狀態中 所以接下來的 右尾 交給底線的張傑偉 反進了這個不要勾 殺入到禁區 搜球 對抗之後要到哨音 必須要稱讚他在第四節的表現 以二年 以新秀來說啦 兩把聚中 要求單打的記錄 進攻犯規 來看一下 剛剛在掩護過程當中發生了什麼事 張傑偉倒地 嗯 進了 撤到 中距離 張傑偉頭短 還是彈進了 張傑偉在第四節 upfire 改變了以往那一種 一拍加到底 他做了兩到三次的停頓 跟 看一下飛機的接入 當然 投進具有運氣的成分 但這個後射步 確實為自己創造了投籃空間 距離 從後翔就直接犯規 嗯 廣告這邊的策略蠻明顯的 張傑偉第一把命中 阿靖就是英雄嘛 就是心臟要比拚的問題 對 第二把眼鏡 加油 籃板 球前被鋼鐵人拿到 那這一個犯規 倒得出來了 剛剛其實蠻緊張的 對 OK 最後一刻 將比賽要告一個亂落了 高雄一期直播 鋼鐵人 終場以116 比